大家好 欢迎来到循迹慢聊 今天又是到了咱们翻牌的时间 讲正题之前还是先做个广告 本来在下周末我们就组织了一个天津的两晚三天 就这么一个游学活动 大家报名非常踊跃 很多朋友就说没抢上 没报上名 特别遗憾 还想去 怎么办呢 那这样在十一长假期间 我们再组织一场天津的游学活动 时间就是十月的四五六这三天 希望大家能够踊跃报名 如果您没抢上 这次可要手快一点了 咱们一块到九河下烧天津卫 去看看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和演变 好 那下面咱们看看 最近大家在节目里有什么有才的评论 在上期翻牌的时候 YouTube网友叫遂寒松柏 这个名好听 说原来我想问问 古代有双胞胎的奇闻去世吗 帝王家有过双胞胎吗 帝王家双胞胎是否只能活一个 我哒 这个问题是真让我下了一番功夫去查 这个帝王家应该是有双胞胎的 就是查到的就是唐中宗和伟皇后 俩孩子黄妻女永泰公主 他那梦我还进去过 和黄八女的安乐公主 但是史书里呢 没写俩人是双胞胎 可是史记记载他俩呢 都是685年春天生的 而且都是伟皇后生的 那肯定是双胞胎 不过古代人一般呢 觉得这个双胞胎这事不吉利 所以哪怕皇上生了双胞胎 史书里也不见记载 只能靠后人去推断 这个问题问的比较奇葩 点比较新鲜 然后这个YouTube网友 EDWARD郭问了一个问题 说元老您好 日本近代史上军国主义的强势 和600多年幕府朝政 一直由将军把持有什么关系吗 我个人觉得没什么关系 因为这个军国主义这个概念 它是近代才有的 你了不起可以最上述 你上述到拿破仑 你上述到匹斯麦 这就了不起了 而这个幕府 它是古代的东西 那你说曹操那会儿 这个独揽大权 控制汉先帝 这算军国主义吗 像那个汉朝不都是大司马 大将军把持朝政 这算不算军国主义 这没法这么说 所以你要说日本的军国主义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形成 那最早最早也得明治维新以后 他不是这个一开始在军事上 学法国后来开始学德国 学了德国的那一套东西之后 他才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 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之后 规定军队的统帅权属于天皇 陆向海向必须由现役五官担任 如果这个陆向海向对内阁不满 可以行使帷幄上奏权 直接上奏天皇 越过首相直接上奏天皇 而这个日本宪法规定统帅权独立 就是这个议会和内阁都管不着 所以这样一来就变成这帮军人就无法无天 那么直属天皇 所以由于这个在这个二十世纪初年 这个陆向上元勇作 他是日本的17个陆军元帅之一 因为他这个对内阁不满行使 帷幄上奏权 致使内阁倒台 当时又是日本内阁政党化 搞得最有声有色的时候 所以呢大家就攻击这个陆海军大臣的 现役五官制和帷幄上奏权 所以从1913年开始 这个日本规定呢 就是陆海军预备一军人 也可以担任陆向海向 所以对这个军事 对这个军人啊 这个军国主义的这个势力 有一定的压制 但是随着29年到33年 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 是吧 这个日本为了摆脱经济危机 开始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 军国主义思想就甚嚣沉上 特别是36年的2226政变之后 恢复了陆海军大臣的现役五官制 那往后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日本就彻底走上了一条 军国主义的不归路 所以咱讲这个日本军国主义 那你其实最符合军国主义的 就是36年2226兵变开始 你顶多往上倒倒到明治维新以后 跟这个幕府实在是八干都打不着 好 许音讲堂APP网友花宇剑 那问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中国古代不把金银铸成金币银币流通 而只有铜钱 是为了税收方便吗 求分 这个道理特别简单 问得也特别好 因为没金子也没银子 中国是一个贵重金属 严重缺乏的国家 缺乏到就是 不能说忽略不计吧 也差不多 你比如明朝一年 他占领云南之后 开云南的银矿 一年的银产量 只有这个14万两和6.7吨 但是他开出来这14万两银子 可能投资要投10万两 所以中国古代是一个 这个金银严重缺乏的国家 所以金银从来没有作为货币流通 一直到这个明末 金银才开始作为货币流通 这个古代中国的白银 大量进口自日本 日本没金 没有铜铁锡 什么橡胶石油 但是金银储备丰富 特别是日本的石建银山 在17世纪的时候 日本的石建银山 这一座银山的银产量 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 所以古代中国的金银是从日本进口 那么这个地理大发现之后 大家都知道从拉丁美洲 我们用茶叶换拉丁美 换西班牙各国给我们送来的这个白银 所以白银才能普遍流通 因此呢中国从来金银没有作为货币流通过 你看那个水浒传里说那时候都花银子 因为水浒传是明朝人写的 宋朝人绝不会花银子 只是花铜钱 后来有了纸币 那因为铜钱携带实在是不方便 太沉 那鞋带不方便 呀这个一吊铜钱 一贯铜钱是3.75公斤 所以鞋带太不方便了 那那这样一来的话 开始发行纸币 纸币是铜钱的这个 这个 这个 就是兑换的 是跟铜钱兑换的 那但是由于这个后来 元朝明朝滥发纸币造成这个纸币的这个信用破产 所以纸币也就不流通了 那因此呢 实际上中国历史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铜钱携带不便 是吧 纸币信用破产 最主要的用来交换的货币是布博和粮食 是吧 和粮食 你看那个秦汉时代的官员的俸禄都是发粮食的 是吧 这个这个 这个丞相太尉致万弹 郡守致两千弹 限量六百弹 拿着给你的 这都是粮食 是吧 就是小米 是吧 然后后来你看那麦探翁里边 是吧 给这个这个牛头上 寄上两匹这个什么红铃子 就把一车探拉走了 证明那个东西是能当货币用的 那就是货币可以讲 所以实际上中国古代最主要的这个流通的东西 应该是这个布博和粮食 铜钱都不是主要的 一个又沉重购买力又低 一吊钱能买啥东西 购买力又低 还不如布博又轻便 那是这么个意思 好 在这个聊科举培训那一期 YouTube网友 魏晨 然后MACLOM 说希望元老翻牌 在古代士兵将军都穿盔甲上战场打仗 哪个朝代盔甲防御最好 哪个朝代最精致 求翻牌 因为这个中国呀 自宋代以后 众文清武 认为兵者不祥之气 所以我们目前看到的中国古代的盔甲食物 是少之又少 不像那个国外的博物 摆的全这些东西 我们是太少了 这盔甲的食物 包括钢铁兵器的食物 也非常少 这个青铜兵器还保留下来的比较多 钢铁兵器太少了 所以我们只能是根据你比如说寺庙里的壁画 然后包括天王穿的塑像 穿的那些盔甲 还有古代的一些画作流传下来的这些盔甲 来去判断哪个好哪个不好 你说哪个朝最精致防御力最好 那他是最好的时候就是隋唐宋这个时代是最好的 那为什么呢 先秦时代人们穿的是皮甲 是这个牛皮做的 这个像楚国呢 有犀牛皮做的甲 所以楚国的甲就最棒 是扎甲 一片一片的甲叶子 四周钻眼扎成扎起来的 只能护住前后胸 当部 然后呢将领能护住左右肩 就是上臂 左右上臂 士兵连左右上臂都护不住 大概其就相当于今天的防弹背心的功能 所以那个时候 破甲的这个武器 你像他那个矛啊 隔呀 那破甲的武器就这么长 你像那矛头的先秦时代的矛头 大概也就这么长 因为破皮甲 到了汉代 铁编织成的那种锁子甲 这用这个锁子甲来来来防身 然后有的呢 外边还要再穿上这个扎甲 再穿一层扎甲 就像秦时皇兵马俑穿的那种扎甲 再穿一层里边锁子甲 所以破甲的武器呢 就变成了毛 毛大概就这么长了 就这么长 然后到了这个南北朝 隋唐 宋的时代 就出现了这个大面积的金属扎甲 大面积的金属扎甲 里边还会穿锁子甲 没人穿两道铠甲 这种铠甲 因为前胸后背 有明晃晃的磨得正亮的一大块 板金甲 护住胸口 有的是护住左右胸 有的就是护住心口 这个东西就是 评书演义里常说的那个护心镜 明晃晃的一大块 太阳一照能反射光 照着人眼 所以这种甲叫做明光铠 叫做明光铠 你看那个 庙里边那些天王力士 穿的大部分就是这种明光铠 然后这个 这样一来 这种甲的防御力是最强的 当然也非常沉重 你像宋代的步兵穿的 这个重步兵穿的步甲 重就是50斤重 非常沉重 所以呢 这个这种甲呢 它其实这个 真正能穿戴的起的人并不多 这一套甲在明末的制造成本 是19两白银 那在以前可能会更高 所以从那个时代开始 那像这从南北朝 就是武代史 这个这个 五湖十六国南北朝 隋唐宋 破甲的主要武器就是朔 朔就我们听这平水演义 老说什么什么 金翅早阳朔 朔就是头这么长的长矛 这么长 将近60厘米到80厘米长 他为什么需要这么长 因为这个甲的厚度增强了 所以你需要破甲 那么明朝后期以后 火器大量投入战场 火神枪啊 一开始火冲后来火神枪投入战场 所以你什么样 结实的盔甲 都挡不住火器这一枪 怎么办 金属甲慢慢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就变成了布面甲 包括我们看乾隆皇帝 什么阅兵都穿的那个甲 那都是布面的 布甲 上面盯上铜炮 有的时候里边 有一层装上一层铁叶子 就跟都有那小插袋 插上铁叶子 大部分时间都不穿 不插那个铁叶子 因为插也防不住枪 就跟现在这个军服似的 你防不住枪 所以呢 这个明清两朝 破甲的武器就换成了枪 就又这么长 跟先秦时代一样了 又这么长 所以由这么长 到这么长 到这么长 又到这么长 它关键跟你甲的防御力有关 皮甲 金属锁子甲 金属扎甲 布甲 所以需要的这个破甲的 这个武器的长度 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要说哪朝的最好 那应该还是随唐宋 这几个时代 应该是最好的 好 这个 循迹讲堂 APP网友SZH 问了一个问题 说 袁老师您好 我有个疑惑 既然送在私人书院的先生 那么博学多时 那么他们为什么自己不考进士 入朝为官 那个时候入朝为官 岂不比当先生强 哈哈 这个事就 就太有意思了 你比如说我当过老师 我一直在当老师 我教出来的很多学生 有当官的 有当处长的 有当到局长的 有当这个大老板的 我教的第一波学生 是77年 78年的 那现在他们也四十大几了 功成名就 那我不是还是在这儿说书吗 我怎么没当上处长 没当上局长 我怎么没当上这个大老板 我怎么没这个资产上益 是吧 所以这个很正常啊 他这个不一定他当老师学问大 他就一定能考中进士 让考进士很难的 那你说咱们国家领导人 是甭管主席 甭管总理 那不都有老师吗 那老师能把他教出来 那老师为什么不自己当总理 为什么不自己当主席 是吧 刘翔的那些个教练 哪个比刘翔跑得快 是吧 那刘翔不是一大堆教练 一大堆教练吗 那帮教练能教刘翔 干嘛不自个跑去 这道理是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特别这个这个呃这个你想 其实就能想明白啊 这都不要什么史实去这个评论啊 好啊 在那个聊阿萨心态的时候啊 youtube网友呃 呃凯第一BT那说元老师好 我是您的粉丝啊 您让我懂了很多历史知识 这些知识呢 让我能思考现在很多问题 我有一个小问题请教您 在二战那会儿啊 听说德国人会缴获苏联坦克 然后呢 反过来刷上漆啊 打苏联 我想问一下炮弹能通用吗 还有二战期间缴获对方的武器 会不会直接废掉 因为子弹大小都不一样 还是会拿来主意啊 谢谢 子弹炮弹肯定不能通用啊 不过你能缴获这个枪炮坦克 也就能够缴获子弹炮弹 用全套的就行 苏德战争开始的时候 德国缴获了大量的苏联武器弹药 你别说德军自己的子弹 口径是7.92毫米 那在中国呢 就被称为79步枪 苏联呢 是7.62毫米 德国人缴获的实在太多了 以至于考虑要不要把自己的枪改成7.62 好能用苏联子弹 至于缴获的苏联坦克 肯定用的也是苏联炮弹 苏联这边也有专门用缴获的德军坦克的部队 坦克呢 都涂上专门的标记 防止这个自己人误伤 苏德两国缴获了对方武器都会用 美国英国如果缴获了德国武器 一般是不会用的 因为人自己这个工业体系非常发达 所以他们都不会用 但是这可能就直接废掉 苏德缴获的都会用 德国包括缴获什么法国的 缴获的什么波兰的 包括缴获捷克的都在用啊 那缴获捷克的那个坦克 一直用到这个战争末期啊 都都在用 那小坦克也在用啊 好 徐印象堂APP网友忘忧隐士 问了一个问题啊 说这个老师好 想问您一个问题 彼得大帝算不算俄罗斯的暴军 彼得大帝又是对外用兵 又搞城市建设 那么在这样的折腾下 俄罗斯老百姓究竟过得怎么样啊 这你不都已经说出来了吗 那又是对外用兵 又是这个大搞城市建设 你说老百姓的日子能过得怎么样 所以你要说这个彼得大帝 向中国的谁 秦始皇 可以吧 是吧 统一六国 然后这个北竹匈奴 南征百岳 修迟道 修长城 修山陵 赢建俄旁公 这不就跟彼得大帝干的事一样吗 你说那个时候老百姓生活的怎么样 还有隋杨利 征突厥 征高丽 征突玉魂 然后这个修大运河 迎建东都 你不能说他干的这些事一点意义没有吧 绝不能说他这事没意义 修运河没意义吗 进到隋王为此河 至今千里赖通波 他肯定有意义 但是你说那个时候老百姓生活的怎么样 所以这一比就能明白了 所以你说彼得大帝 像中国的谁 最像中国的秦始皇 那你这老百姓能生活的咋地 聊阿富汗跟中国接壤的那一期 很多朋友留言 祝我教师节快乐 我非常感谢 特别感谢大家 虽然我现在已经不在中学一线教书了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干的这个事 也是传播知识 传播文化 而且我更快乐 因为没有教学大纲管子了 我可以讲我爱讲的东西 讲我感兴趣的东西 你比如说像过去有教学大纲管子 都是经济文化 这些我不擅长的我也得讲 然后这个就比较痛苦 那现在我就可以主要讲民族关系 政治制度 军事 这些我爱讲的东西 所以 虽然不在中学一线 但干的还是老师行当 所以谢谢大家的祝福 然后这个YouTube网友叫龙和问了一个问题 特别想问一下 袁老师 为什么近现代北京 不管是汉人还是少数民族都愿意把北京作为首都 而不是把江浙富庶地方作为首都 这个我讲过 我记得我讲过 讲过几次了 应该是 就一个王朝选定首都 首先 交通便利 其次 山川行圣 北京 当年忽必烈要建都的时候 问自己的汉族谋士们 这个都城立在哪合适 这为什么建都都在北方 长安自古帝王居 若问古今兴费市 请君只看洛阳城 为什么在这地方建都 山川行事 所以北京也一样 胡必烈问汉族谋士我到底是在长安建都 我还是在洛阳建都 汉族谋士说 No 这俩地都不要建都 燕京行事 甲于天下 左环沧海 右拥太行 北枕居庸 南京河济 卧壤千里 万年地基 你要建都 就在北京这个地方 左环沧海 渤海湾 右拥太行 太行山 山背山带海 北枕居庸 燕山 南京河济 黄河济水 背山带河 所以这是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 而且华北大平原的最北端 这个南控江南 北通朔末 进可攻退可守 所以后来蒙古皇帝 这个明军北伐 迅速出了北京一跑 不就那蒙古 不就回到自己的这个发祥之力 所以后来那个你闻闻辽金 元明清 都跟这个地方建都 再有一个呢 你说辽金 元清跟着建都 好理解 明朝为什么要跟着建都 再有一个 中国历史上的建都 还有两个必须条件 除了交通便利 然后物产丰富 这些东西之外 山川行圣 这些东西之外 还有两个必须的条件 第一 离自己的主要势力范围近 第二离自己的主要威胁近 所以你看凡是建都于长安的 基本上他都是从那边起家的 你甭管是刘邦 是不是从西边起家 然后什么这个隋朝 唐朝 关隆 贵族集团 都是从那边起家 然后你像那个什么 这个洛阳 建都 刘秀 南洋 南洋离洛阳很近 然后朱元璋一开始定都在南京 因为他是怀西人 离那边很近 他都是这个要离自己的家乡 就是自己的主要基本盘 离自己的基本盘要近 就跟项羽一定要定都徐州 他不可能跑咸阳去 因为他是江东那边的人 他江东自立兵 所以他一定要在自己的家乡建都 离基本盘要近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面对主要威胁 这个其实咱们讲过 甭管是 咱们总是强调明朝天子守国门 其实哪个朝代都一样 都是天子守国门 因为听我们讲那个摇曳赴税的那个 循迹 我们讲过这个 大家都知道 古代人没有常备军 古代王朝没有常备军 没有全脱产的军人 就是农民 农民他要这个为国家服兵役 一生至少要两次 一次在边疆 一次在首都 如果边疆跟首都过于遥远 那他当兵 就这路上花的时间就太长 所以干脆把首都搁边疆上 天子守国门 这样全国军队的主力 就都集中在这个首都 既保卫首都 也保卫边疆 那你比如明军 一百七十万人 北京周边三大营 这个就就三千营 五军营 这个这个 这个虎奔 加一块 五十多万 三大营 京军就五十多万 对吧 所以你可想而知 他占全国兵力的三分之一嘛 既保卫了首都 又防御了边疆 所以呢他才会把这个首都搁在这儿 就明朝才把首都搁在这儿 因为燕王朱棣 他是这边起来的 所以这儿是他的基本盘 他就把都城迁到北京来 就这么个意思 好了 最近大家的评论呢 咱们今天就回答到这儿 欢迎大家在寻讲堂APP公众号 或者YouTube上 收看寻记慢聊 也欢迎加入我们的会员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